生酮和纯肉饮食是过去七八年非常流行的两种饮食方式 但是很多人在生酮和纯肉的过程中会有胆固醇 特别是LDL 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大幅升高的问题 甚至有人LDL-C能高到400-500毫克每分升这个地步 这个也不难理解 因为生酮和纯肉饮食是建议你吃很多动物性饱和脂肪的 但是高到这个水平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 这么高的胆固醇会不会把血管给堵了 这个时候各路生酮或者是纯肉饮食的大V就跳出来说 饱和脂肪是好的 饱和脂肪不会把你的动脉堵了 饱和脂肪不是坏的 生酮饮食导致的胆固醇升高不用担心 还有人直接给LDL发案了 LDL是好的胆固醇 是真的吗 LDL高到好几百 真的不用担心吗 我以前认为胆固醇升高这个事 不能简单的讲是好是坏 因为LDL就是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的水平 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健康指标 你还需要具体看看增加的是哪一种胆固醇 是大颗粒的还是小颗粒的 是Apple A还是Apple B 大颗粒的Apple A没事 小颗粒的Apple B才是真正危险的需要注意的 但是我看了一些高质量的研究之后呢 我发现我之前对于饱和脂肪 对于LDL的看法是需要更新的 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LDL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过高呢 就是造成动脉周样硬化 造成血管堵塞的元凶 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相对新的高质量的研究证据 2017年欧洲动脉周样硬化学会呢 在欧洲心脏杂志上发表了一个专家共识 这个研究是专门评估LDL和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脏病 ASCVD是不是因果关系的 这是一项基于大数据的研究 包括200多项研究 涉及200多万受试者 随访的时间呢超过2000万人年 心血管的时间呢超过15万例 而且是基于多种研究方法的 涉及遗传研究 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 梦德尔随机化研究和随机临床实验的 单独汇碎分析 这项研究呢是迄今为止 等级最高 质量最好的关于RLDL的研究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它研究的是因果关系 而不是相关性 所有这些证据证明 RLDL导致动脉中央硬化性心血管疾病 ASCVD 简单一句话 RLD密度质蛋白党固醇太多呢 会造成动脉壁斑块急剧 导致心血管疾病 以前动脉中央硬化心血管疾病方面的研究呢 大多是相关性研究 但是这个专家共识呢是研究因果的 结论很明确 过量的RLDL呢 就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决定性因素 讲得很清楚啊 RLDL低密度质蛋白呢 不仅是风险增加的生物标志物 而且是ASCVD 动脉中央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 病理生理学的致病因素 而心理血液中RLDL浓度越高呢 你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越高 它是一个线性因果关系 反之RLDLC每降低1毫米每升 心血管发生的风险呢 就按比例的减少22%到24% 这个下降幅度呢是很惊人的 这个专家共识最后指出 对于心血管高危人群 应该尽早呢去降低RLDLC 这一点直接打脸那些大V RLDLC高到好几百呢 并不是什么好事 你还是应该尽早把它降下来 去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021年还有更新的一个 孟德尔随计划研究是 研究RLDL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和寿命之间是什么关系的 RLDL升高是会延长寿命呢 是会缩短寿命呢 还是会没影响 我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是孟德尔随计划研究 Mandalic Randomization 它是一种统计方法 这个方法的名字呢 来源于遗传学的创始人孟德尔 孟德尔般都实验的那个孟德尔 这种方法呢 是基于孟德尔遗传定律 我们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呢 都会从父母那儿继承一套基因 但这个遗传基因传递的过程 是随机的 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讲的更通俗一点 你的爹妈没办法控制 他们把哪些基因传给你 你也没有办法决定 你接受哪些基因 举个例子 你妈戴眼睛双眼皮 你爸小眼睛戴眼皮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决定 一定会把大眼睛双眼皮 这个好的基因传给你 你作为一个胚胎 在你妈的肚子里 你也不能说 我就要我妈的大眼睛 我不要我爸的小眼睛 不好意思 这事你说了不算 你决定不了 所以基因呢 是在你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确定的 而且正常情况下呢 不会因为环境 或者是疾病状态 而发生改变 基因突变的情况除外啊 这些基因呢 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各种特征 比如说你是不是喜欢吃很多糖 身体如何处理糖分等等 人和人之间呢 是有基因上的差异的 所以我们表现出来的特性呢 也是不同的 而孟德尔随机化研究呢 通过观察 因为基因差异造成的 人们身体对行为环境 或者是其他因素 不同的反应方式 来研究某些行为环境 或者是其他因素 如何导致特定的健康结果 比如说科学家想知道 吃太多糖 是否会导致心脏病 通常呢 他们会看看吃糖多的人 和吃糖少的人 比较两组之间心脏病 发生的情况 但问题是吃糖多的人呢 也有其他的习惯 比如不爱动 锻炼少 这就让我们难以确定 到底是吃糖导致的心脏病呢 还是因为锻炼少导致的 这个时候孟德尔随机化研究呢 就派上用场了 科学家们找到了一些 特定的基因变异 这些变异呢 决定了一个人 更倾向于吃更多的糖 因为这些基因呢 是随机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 拥有这些基因的人呢 和没有这些基因的人群呢 在其他方面是相似的 比如有一样的锻炼习惯等等 这就像是自然给我们 进行了一个随机对照实验 帮助我们区分吃糖 和心脏病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真的有因果联系 接下来科学家们呢 会比较有这些基因变异的人 和没有这些基因变异的人 心脏病发病率的差异 如果有这些基因变异的人 也就是可能会是 更多糖的人群中 心脏病更常见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 吃糖和心脏病之间的 存在因果关系 简而言之 孟德尔随机化研究呢 是用我们的遗传信息 来帮助解决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因此来查明 两件事情之间呢 是否有因果关系 这种方法呢 有助于减少其他因素的干扰 让我们更接近于真相 我们回到胆固醇的问题 遗传因素呢 对LDLC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呢 是有影响的 有时人天生会把更多的LDL呢 保留在动脉内膜里边 所以他们的LDLC水平呢 遗传性的偏高 2021年这个研究呢 是利用了来自 全球知智遗传学联盟的 超过17万人的数据 确定了哪些遗传变异呢 可以代表LDLC的水平 然后用梦德尔随机化的方法呢 研究了他们与寿命之间的关联 结果发现 较高的LDLC水平呢 会缩短寿命 2017年欧洲那个专家公使里边呢 也有梦德尔随机化研究 那个研究的结果呢 是较高的LDLC 就是动脉中央硬化 血管堵塞的原因 这些呢 都是基于大数据之上 因果性研究 所以是无可辩驳的 你跟我扯其他的都没有用 那些大V宣称的 饱和之防不会把你的动脉堵了 胆固唇飙高 也不用担心的说法呢 是诱导性极强极其危险的 我不知道这些大V 在做节目之前 有没有看过这些比较新的研究 如果没有看过呢 那专业性太差了 如果看过 但是专检对自己有利的说 那么叫做Cherry Picking 这属于学术不端 故意误导大众 不管是哪一样 这些大V说的话呢 都不值得信任 最后再讲几点 饱和脂肪这个东西呢 人体是需要的 但是你不需要那么多 吃多了消耗不掉 就是会把你的血管堵了 因为这个原因呢 纯肉饮食我是反对的 因为过量的饱和脂肪 一定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 至于生酮饮食呢 我并不反对 对于有体重困扰的人 有二型糖尿病的人呢 我反而更推荐低碳生酮饮食 因为生酮饮食和其他饮食相比呢 在降低糖化血红蛋白方面呢 可能更有效 而且我自己呢 就是长期的低碳生酮饮食者 但是你要知道 生酮饮食呢 是有很多种吃法的 标准的吃法呢 是吃大量的饱和脂肪 让脂肪提供的热量呢 达到75%到80% 但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吃的话呢 大概率胆固醇会升高 心血管疾病呢 是活早活晚的事 另外一种更健康 可以完全避免 胆固醇升高的吃法呢 是吃大量的绿叶菜 因为绿叶菜里丰富的纤维素呢 可以帮助身体 把多余的胆固醇排出体外 同时呢 还有助于调控血糖 另外脂肪的热量呢 也用不着 75%到80%那么高 你用不着吃那么多的饱和脂肪 用不饱和脂肪来替代 饱和脂肪呢 一样可以减肥降糖 而且胆固醇呢 还能保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 我低碳生酮饮食很多年了 一直就是这么吃 我吃非常多的绿叶菜 宜家卖的最大号的 半沙拉的玻璃盆呢 我每天都能吃那么大一盆沙拉 而且我也不吃很多的猪油牛油 我吃的比较多的是 橄榄油和牛油果油 我连椰子油呢 都吃的比较少 而且脂肪的总量呢 我没有吃到特别的高 所以这么多年的低碳饮食呢 我从来没有过 胆固醇过高的问题 这个呢 和我的吃法非常有关系 如果你要选择生酮饮食 我建议你选择吃很多略菜的 少量饱和脂肪的 健康版的生酮饮食 而不是大量动物性脂肪的那种 以上呢 就是饱和脂肪是不是好的 RODL水平飙升是不是OK 我相信你们看完 这两篇高质量的研究呢 心里应该问清楚的答案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 对你有所帮助 请点赞留言还有订阅 OK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见